同巴新的经贸合作关系 两国经济互补性强 互利合作前景广阔 潜力巨大 巴新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对象国 2008年双边贸易额达8.6亿美元 连续三年保持30%左右的增速 中方将鼓励更多有条件的中国企业到巴新投资新业 共同提升双边经贸合作水平 支持巴新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中巴新双边合作不仅局限在能源资源领域 还应在农业制造业和高科技等领域扩大合作 希望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两国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并取得新的更大成绩 索马雷表示 巴新方视中国为真诚朋友和重要经贸合作伙伴 李克强副总理此次访问意义重大 将有力的推动两国业已存在的全面友好合作关系 进一步向前发展 来看一组最新消息以及一些重要事件的最新进展 这两天很多观众都在关注一位特别的母亲为子捐肝的手术 湖北武汉55岁的母亲陈玉荣将自己的肝脏移植给患有严重肝硬化的儿子叶海斌 而为了这一天曾经患有重度脂肝肝的他 每天走10公里路用7个月的时间顽强地走回了一个健康的肝 3号晚上9点50分长达14个小时的患肝手术终于结束并且取得了成功 我们用镜头记录下了这对母子手术的全过程 我没有学校 我精神很紧张 也是很甘心的 但是妈妈的生命和我小孩子手术的问题 我们用镜头记录下了这对母亲的肝脏移植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个地方呢 今天是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在手术过程当中 生命体中的监测的仪器 那么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地方 随着这个监测仪器的一些变化 来跟踪整个他手术的一个进程的状况 妈妈 妈妈你放心 我们我们一切都会好的 加油 他现在的生命体制非常稳 现在可以说非常平稳 刚才呢 我们对这个手术进行的探查 就是他的肝脏